重新公開清查不當黨產向全民交代網站 並接續該網站之清查結果 就中國共產黨不當黨產後續之變化 以流向進行清查 以一個月內公布清查結果 請公決案 請議事人員宣讀提案內容 本月委員 鄭麗君 李昏澤 葉宜金 鄭寶金 陳歐伯 賴瑞龍 鐘孔照 徐國勇 蔡順穎 張廖萬劍等60人 有鑑於中國國民黨域威權統治時期 侵占具有國家財產 為執行轉型政義並促進民主政治之發展 政府有義務予以清查 取回並離欺相關責任 行政院曾於2002年至2007年間 就政黨取得之不當黨產進行大規模清查 並將清查結果公布於清查不當黨產向全民交代之專屬網站 供全民監督課責 作為進一步處理政黨不當黨產之基礎 違該清查不當黨產向全民交代網站 於2008年遭到行政院移除 妨礙人民監督課責 並對政府處理不當黨產實現轉型正義造成阻礙 此外 清查不當黨產因是政府無謂 維護國家財產不可推薦之責任 每一任政府都應一以萬之 原意要求行政院將清查不當黨產向全民交代網站重新公開 並接續該網站之清查成果 向中國國民黨不當黨產後續之變動與流向進行清查 於一個月內公布清查結果 是否有當進行公決 宣讀完畢 好 謝謝 那麼依照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八條第三項之規定 扁案經提案人說明提案指去 大體討論後 即議決交互審查 或禁戶惡讀 或不予審議 那麼我們提案委員不說明 我們也沒有委員登記大體討論 所以也不發言 那麼現在有民進黨黨團提議 扁案禁戶惡讀 請問院會有異議 沒有異議 扁案禁戶惡讀 現在有國民黨黨團提議 扁案交互黨團協商 做以下之決議 扁案交互黨團學商 並由民進黨黨團負責召集學商 那麼我們現在進行討論四項第五案 扁院委員 鄭立軍等65人 建議請決議 要求行政院 及教育部撤銷 2014年2月 發布之普通高級中學 果文 及社會領域 課程綱要為條 並全面暫緩12年國教領域 科目群科課程綱要 之研修及審議程序 是今年5月20日 新政府上任後 就十二年國教新綱領 之研修 以期程 再進行通盤檢討 請公決案 那麼這個案 經第一會期 第六次會議決議 交黨團進行協商 因上代協商 做以下決議 協商後再新處理 那麼我們現在進行 討論四項第六案 貶院時代力量黨團 建請決議 經濟部 投資審議委員會 暫停審議 中加轉售案 市新政府之餘 再行審議 請公決案 那麼這個案 經第一會期 第六次會議 決議 教黨團進行協商 因上代協商 做以下決議 協商後